那我请教商谱大教 刚刚讲到中国经济面对 一个庞大多元复杂的挑战的同时 7月1号这个礼拜 习近平的行程本人 要亲自参与香港回归25周年 但是不在香港过夜 对 这个刚刚讲到 6月30号 7月1号 分别都会来香港 他会当天来回香港回深圳 做的可能是高铁 所以现在高铁各方面都是严防死守 那为什么他现在这个节骨眼上还要来 他要立威 立威是在于25周年 50年不变 所谓50年不变的一半 他要彰显中共对于香港的全面管制权 跟爱国者治港 他要发表重要讲话 又是讲那些又乱转治 有自己心之类的事情 那所以他不必四大风险 第一个风险是他本身有病 因为他通常岸上有两个杯 一杯是水 一杯是药的机会很大 另外一个是他怕染病 因为连续十几天香港都是确诊过千 还有那个陈国基跟曾国卫 两个问者高官都染病了 那每一天好像今天都应该1799 所以我觉得他也要冒着 省机里面最高风险的一个地方去 第三个就是他怕政变 因为戈巴西夫1991年的时候 离开莫斯科就是819事件 这个事情是历历在目 第四个事情是他被暗杀 昨天抓了两个香港人 就是他说常有那个攻击性武器 想在弃义的时候挑事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会不会演出一个 勃浪杀的游戏 就是张良去刺杀秦始皇 与勃浪杀 那香港会不会变成这个地方呢 不知道 所以他来这边要冒四个险 但他依然去 因为他知道独裁者的权利是要崇拜 是要偶像崇拜 这个非常重要 那最近香港发生很多事情 那就比方说旗海 刚刚看到 哇 画面上旗海非常多 很壮观 现在今天 因为很多人破坏这个旗 收起来 全都收起来 所以他演了一天之后 发觉到住的人都不爽了 都把它破坏或者涂鸦 这个情况就把它收起来 另外一个事情是 他强调香港不曾是英国殖民地 那这一点的话 会不会推演到台湾来讲 马关条约是不平等条约 所以台湾不曾是日本殖民地 可以讲得出这样的话来呢 另外一个事情是 邀请了11个名校 他们去高唱跟演奏 我和我的祖国 另外还是讲说 广东话是中国方言 这个地方用大中国来套上来去做 而且最近香港正把好先访 乘船 而且有断桥 停电 停水 这个事情整个运气非常不好 那习近平来的时候 会不会又爆发新的冲突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但有个看点 大家不要看露眼的 科学员 他会参观一个 在沙田那边的一个科学员 科学员有很多生技 很多医药 还有科技的公司 在那边常驻 那这个地方 摆明是跟美国干上 因为美国会看 香港自治法以来 香港就是跟中国 没有不一样了 那这个地方 会不会成为一个新的焦点 成为国际触目的一个点 大家可以再观察 好 我们稍后回来 感谢观看